Hello 我是Koala 歡迎收看Koala TV 今天我們來到泰國的 Day 2 今早都繼續是陽光普照 希望這天氣可以保持下去 今天我們行程就是 我們預約了K6的一個日程旅行 我們今天要在8點3 就要去世紀廣場集合 不過我們去那裡之前 我們現在看看有沒有地方可以吃早餐 我們剛剛就在後面這個Vectory Monument的站出來 就看到前面有很多這些熟食檔 所以現在就看看有什麼適合吃 這些是吃粥的 吃粥油炸鬼 這些是炸菜 早上很想吃炸菜 OK 這間店的老闆會說少少少中文 說明吃街邊的食物 當然要在街邊吃 我就是在後面那間買的 30元一大袋 剛剛我吃的黃色是好吃的 這顆綠色試試試看 也挺好吃的 綠色也好吃 有以前小時候在香港的街邊當 它也是有這樣的蒸籠 這個很有趣 這個好像紫菜 好像壽司一樣 這個真的是紫菜 30元就是跪在港幣 即是不用10元 但是一大袋真的值得吃 以我們早餐不算很餓的情況下 其實是很OK的 這個K-LOOK的旅行團 也弄得很大 這個Check-in的牌子很大 現在我們就拿著我這個證 去看看找哪間Check-in 這裡很誇張 好像很大型的旅行團 因為它分了很多團 我們現在就過去前面這一攤 就吃一下麵 我們這次訂了這個K-LOOK One Day Trip 它有水給我們 總之我不用帶水 不過多支水也是有好處 而且它整個流程 其實都算是挺快 和挺有效率的 即是那些人排隊也排得很好 還有那些導遊也挺不錯的 希望今天這一個旅程 舒服得來又好玩 我們現在在這間店 叫做不知道什麼壞早餐 還是什麼 總之就是門口有個麵當 進來坐下吃東西 我猜應該就沒什麼驚喜了 不過都拍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我們的早餐 這個是雲吞叉燒麵 看樣子就應該比較普通 試一下這個超薄叉燒 當早餐就這樣吃也OK 不過如果是有一間 我會想吃河粉 我對這些麵就沒什麼興趣 還有比昨晚我們在街邊買的 這個是稍微沒那麼重的味精 所以味道比較淡 昨晚的味精很厲害 所以吃起來就很濃的味 我們今天的導遊叫做MEE 相信他應該是個人的車過來 然後在這邊載我們 我們的巴士到了 這麼少人坐這麼大的巴士 現在我們就好像在這裡可以買東西吃飯 一會兒我們有機會坐這個船 就在這條河那裡 好像前面那些人一樣 看來我們好像比較早 所以暫時不是很多人 那些店都好像剛剛開 你看到我後面也有些店 賣一些小食 雞蛋 還有一些叉燒 這個就是那個老達 Lag Market 這些就是船麵 對嗎? 60泰珠 好 我們就在水上市場 吃我們的第一餐 我現在點了這個 就是酸辣湯的船麵 我這個呢 因為酸辣有個蛋 然後呢 有些肉丸 有些魚蛋 還有呢 有幾片應該是豬肉的東西 導遊說呢 如果吃酸辣就不算很辣的 所以我就點了酸辣了 酸辣的 酸辣的 真的不錯 這是一個豬肉丸 也挺好吃的 今天就試了這個 泰式奶茶 這個呢 我昨天在Terminal21 我們點了一個很多 不過也是很好喝的 剛才我們吃的餐 就是在這個老闆娘的店 你看到他呢 就是在這裡做的船麵 這個好吃 大家一來可以試一下 60匹而已 60匹就是十多元港幣 值得一試 我們剛才呢 喝了一杯奶茶 就是這間買了 這間是什麼 古式泰式奶茶 30元一杯 我們剛剛吃完船麵 現在呢 就過來另一邊 我現在暫時的感覺是 有點像香港的大澳 這個是 就是叫做再大一點的Version 因為他還有很多船 一來可能是 這裡的人 就是 來得都會搭的 我們等一下都會搭 那二來呢 就是 因為他有很多店舖 都真的一定要搭船才過 例如我現在身處的這裡 這裡 你看到這裡 如果我不搭船 基本上我們是 去不了他買東西的 我們待會坐船 再拍給大家看看 這些畫都挺漂亮的 我們呢 現在呢 就走了去 剛剛剛剛那個 水上市場 另外 就是陸地那邊 那邊 這裡呢 就很多的衣服啊 或者是 紀念品啊 那些賣的 像去了女人街賣的衣服 那樣 這個是泰國女人街 那個導遊就說呢 叫我們 一會兒 一會兒 坐完船之後呢 我們之後就會去 美宮鐵路 那個市場 那所以 那個導遊就說 不如呢 在那邊買啦 因為呢 這邊呢 就會貴一些 那個導遊 這麼直接地說 我們沒有理由 不相信他啦 對不對 好啦 現在呢 我們就準備坐這一類的船了 好 我們剛剛上了這一架船了 我們還可以坐最前 上來這艘船 真的有點驚險啊 我自己覺得 好像呢 很危險的上來 好了 那現在呢 給大家看一下呢 前面的風光就是這樣 好啦 我們現在準備進去這一條 全世界都是開船 為了進去的這條河 嘩 好像賽車一樣 真的賽車也沒那麼厲害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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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退後 嘩 你看它 開引擎 嘩 你看這個引擎 嘩 你看這個引擎多厲害 好 但我們要等它有支餅 先拿走 好了 現在我們再次入閘了 嘩 嘩 好近啊 這裡有很多賣衣服的店 五眼六色也挺漂亮 前面呢 就是我們剛才走過那裡 不過呢 今次呢 就是水上版 嘩 現在前面 有一個醬 的樣子 就是 所謂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我現在右邊就有一個 一個 現在 到一個點 就是 所謂的死舌不通 就是這個意思 對 我現在和旁邊 那邊呢 很近 看看我現在和旁邊的船 這部素材可以摸到旁邊的船 超近 旁邊的船 前面的船 就一直噴一噴 旁邊這裡呢 有些賣畫的地方 是不是不買的話呢 是不可以走的呢 你看這邊又有 船過來啊 哇 這個體驗很特別啊 嘩 這裡這樣賣雪糕啊 哈哈 這麼搞笑 這樣賣雪糕法 哦 成不了啊 這裡太搖了 所謂搖啊 搖到什麼 是啊 搖到愛婆橋啊 嘩 這裡有椰青啊 有 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 貓頭鷹的袋子 正在推銷我們 看到我們沒有反應呢 哈哈 就推回我們走了 我又在 引擎旁邊 好了 現在我們又在這裡逼了 在我們逼的過程裡面 看看前面 嘩 前面又可以當 什麼啊 液水行舟 就是這個意思 所謂船到橋頭 自然吃 看到橋頭了 大家都幾吃 哇 來到這裡啊 熱到啊 熱到我的iPhone都快 已經超過熱了 超誇張 導遊問我 為什麼我的iPhone這麼重啊 喂大哥 這裡這麼熱呢 電都用得快點 所以有充電器 好 轉過頭 現在呢 橋底的店 賣的東西 主要都是 一些 粉醬啊 一些人包 一些生物 這裡又有東西買了 這是什麼 什麼烤豬肉 哇 真的在這裡燒烤啊 不是開玩笑 這個是 燒香燒啊 MINION最喜歡的燒香燒啊 有買有買香燒 對 但我不是MINION 所以我不吃它了 和前面的船 衝擊一下了 我們採取也是 和平非暴力的充電方法 好 看手啊 雖然說它也不明白 但我們快要撞到它的手 這邊呢 其實我看不到它賣什麼 只不過是 知道它在賣東西吃 賣雞肉啊 哇 這個市場也挺長的 全泰國最長的 水上的 混河購物城 最喜歡用什麼購物城 好像那些 新田購物城那些 對吧 但這個是 人家是有 生意的 好嗎 好了 終於現在可以拍一張 水上混河的一張照 因為剛剛已經太多人了 太多船 基本上都看不到在做什麼 嘩 這裡的帽子也很老 可以買回老帽戴一下 戴完這些帽子做記者也可以 其實說真的 這些呢 大家體驗一下就算了 你說在這裡買東西呢 不要說倒米 你哪裏選擇 你哪裏選擇 你對於你想買一頂帽子 那樣 你都選擇不及你想買什麼 難道你站著慢慢選擇嗎 全船人等你一個嗎 還要後面有很多船 在那裏 如果你買一吃都可以的 不過其實是偏貴的 因為我們看到這裏的食物價錢 當中是比Terminal21更貴 你買衣服這樣算的話 你還沒有時間去試 那樣 無謂 即是要做一個這麼衝動的決定 除非你是不說價 不如隨便見到買 無所謂 否則無謂 好 現在呢 終於可以坐一艘快船 那經過一場的購物戰役呢 我們又可以 看一看 這個 水上人家的生活 哇 現在馬上涼很多 有些涼風 是不是涼風吹吹 不知道什麼打盡我的心 隨小鳳 哇 這個拿得好邊的 這是最初的 就是那些省渠走法 好慘啊 iPhone真的過熱啊 要重新開機 剛剛開了 我第一次用這部Gopro呢 是拍到呢 螢幕都變了色 大家不知道看不見得到 出數字的位置 太熱了 所以螢幕都變了色 超誇張 好啦 我們回到最初的起點了 好 今天這一集的 Day2的泰國之旅 來到這裡 喜歡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一集去火車的市場 好 下一集見 拜拜 拜拜